一堂小丸子特展 一是高雄博厄举行 没想到才展出两个多月 就有小丸子公仔的脚被撞断了 穿着和服的小丸子公仔 倒在地板上 右脚掌和身体完全分开 原来是日前有参观民众 为了抢拍照 结果重心不稳跌倒 撞到小丸子公仔 公仔脚踝当场断裂 主办单位也立刻抢修 因为我们相信 就是游客都不是故意的 那我们会尽可能 就是不让游客有做赔偿这个动作 员工仔细提醒小朋友 不能触摸公仔 因为除了被撞坏的小丸子公仔 美环的辫子也因为经常被碰触 几乎快要断掉 只能先用胶带 正式固定 不能触摸那些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不能触摸吗 会坏掉 樱桃小丸子特展 从台北仪式高雄 参观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人 小丸子公仔被热情民众撞坏 主办单位虽然不予求偿 但还是提醒民众 看展时务必和展出品保持距离 不要触摸公仔 也不要进入展场的直播线 拍照时也不要打开闪光灯 才能让展出者的心血 继续让下一位进场民众看到 记者王嘉信 陈焦顾 高雄报道